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歌你看没看 看了第一期 二十一个你认识几个亲爱的 我有一些还是不认识 合作过的我知道 余蒙龙合作过 对了四哥 像那个汪东成他们都没跟你们没合作过 我想说听着他的歌 哪个歌 你能唱吗 你看就是假的 汪东成 上一期呢有一组呢 因为他们分数特别的低 就被排到了最后被赶出 就是离开这个节目 就给他们惩罚以后 他们连宿舍都没有 他们三个住帐篷 可怜 关键是关键是小天特产 这种风光的 刚拿完金鸡奖居家配角 到这边回来最后一名 对 小天哥住帐篷 还有谁啊 还有一个五 五 五 五加成 对五加成 小五不是那个还是以前男团的吗 对还有一个是 丁哥人 对对丁哥人也是男团的 丁哥人是最后一名 住帐篷的 对他们仨一组住帐篷的 所以他们最后看能不能逆袭了 这是男团到这也不好使是吧 他不是男团不男团 这是重新就抛光的一个节目 你不说那么简直是去游高手吗 天哪路 对呀 这节目是来去游的 然后抛光的 对吧 有时候一抛光了 原来以为是白金的 后来发现是银的 如果本来是银的到这可能 那是铁的也没 对吧 对 来 蜜蜜你看看这几个 有杜淳里面 杜淳我认识 还有殷小天 你为什么要把杜淳和殷小天 放在一起说呢 因为我感觉他俩是一个年龄段的感觉 都是演员类嘛 杜淳进这个组也太辛苦了吧 对 我最担心的是杜淳 这俩这么活分 杜淳你戴这个像个老头一样 你看那个FG你脑袋一记那个锅跟女人似的 就跟大妈似的 他们rapper不都是要这样 就是 他圆圆白白跑 要 这组认识吗 和烧饼是不是 那个小个子呢 这个是谁 谭剑刺 谭剑刺 谭剑刺是演员吗 不是本来的 原来是男团出来的 N多年还在我的节目出现过 真的 后来去演戏了 但演戏他的一个作品我一个都没看过 我也其实不知道 我知道这个名字 这三个谁 认识吗 第一个谁 明道 完了呢 第二个是肖顺瑶 肖顺瑶我是真的不知道 肖顺瑶 原来是跟那个谁 谭剑刺是一个团队的 完了 朦胧 朦胧对 美男子 明道老师这一招 可以啊 一上来先把衣服脱掉 变成最明亮的色彩 对吧 与众不同嘛 老奸巨画的 老油条 老艺人的话 对 他们啥都会 你看一下就看到他们 对 那个谁朦胧还在练呢 太可爱了 你看我们家朦胧真好看 朦胧好看的 朦胧好看的 精进的 朦胧天生长那副 你要保护他的样子 他自带仙气 这个人是吧 就你要保护他的样子 是吧 长成 你要保护他 这谁 这谁 陈晓东 对了 刘维 后边那个呢 那个不认识 那个是李文汉 李文汉 对 这个名字知道 陈志鹏 傅心博 胡夏 陈志鹏 我要看陈志鹏 最后对手逆袭的 我觉得小五应该是很厉害的 不厉害 你看他的演出 老吓人了 我看过他现场以前 我觉得小五还是 因为他以前是X9的嘛 现场伍佳成太油腻了 年纪小小的如此油腻 我的朦胧啊 天哪 好不适合 对啊 怎么样 满分应该是30分 他们得了17分 朦胧练太少了 他前段时间 那个排练时间特别少 他要多练 因为那个他再使劲 他也比不过旁边 对 那两个人 而且那两个人 就是走使劲挂的 就是应该单独的单拎出来 他那一趴是不一样的 对 要的鲜鲜的 看那两个 我想看烧饼 对 烧饼 他就扬长臂短嘛 对 大家就不用那种 多难的动作 他们俩就把那个谁 把那个烧饼救活得很好 这个就是玩起来了 对了 大家跟着还嗨 是 这个就是聪明的 你看 显得烧饼不菜 对啊 我要是现场观众 我能跟他们嗨起来 太棒了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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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的 最后那个都好 就是商品最后好累 然后先走掉 然后发现回来 还要再继续做 对 好好的 对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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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可以的 确实是有舞台经验的 就是不一样 对啊 你看对 那个叫 傅龙飞 傅龙飞也是 蛮好的 超好 对 非常好 18分呢 不会这么低吧 18分有点低 18分有点低了 起码是23分的 就这个意思 赶紧把扣子都系成高领 上次跳的是蔡徐昏的情人 我看不了杜臣转身 所以因为那俩范特别的好 所以你会只想看杜臣 对不对 我觉得最苦应该能挺好看的 对 但没有前两组那么热闹 他不一样 他曲风不一样 对 哈哈 哈哈哈哈 还可以 那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对不对 Casper Casper 我觉得他是 坏男孩 就不知道他哪一面 是真的那一面的感觉 我不痛 预估一下多少分 17 18 20 20左右吧 20上吧 我猜 我猜 太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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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们还是蛮严格的 谢谢老师 纯跳舞其实是好的 舞蹈演员出身 学会舞蹈 他只是极不协调的舞蹈演员 吴夏 这是个唱将 吴夏唱的 但这组里我最想看陈志鹏 志鹏哥是今年 49 50了 你能想象如果你到这个年纪 你还有这种肢体 而且他们强度很大 这好像感觉第一组有点弱 对 第一组排练少 一看盲龙排练少 努力不会辜负你 没有嗨起来这个 他不像个组合 他像什么呢 像一个大晚会 临时把三个明星给胖在一起唱一首歌 没关系 我赌小冬哥 我赌那谁 李泽峰 你来说一个 富龙飞好不好 好 我小冬哥也太厉害了吧 小冬哥完了 小冬哥不行了 小冬哥很厉害 没关系 第几个车场都没事 爱豆的素质真的是 见到最后 见到最后一秒 不行 我感觉还不行 七分钟 平板之声七分钟 对 看李泽峰不行的人 脸红脖子粗 我只能说一句 老当义壮 不带这样的 杜淳 杜淳 你是人吗 杜淳 我不想看了 你看欺负人家 杜淳 你到这把年纪了干嘛 还欺负我们盲龙 你让盲龙掰手腕 就被人掰到这儿了 还是微笑 在第一轮的公演当中 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人气助力官 现在六组哥哥 按照分数高低 排名前的人 有优先选择 接下来我们有请 第一组哥哥 追光798 李文汉 陈晓冬 刘伟 和他们的人气助力官 杨幂 大家好 我是杨幂 今天我是这三位哥哥的助力官 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组哥哥 他们是 用舞台续命的唱跳王者 不屑非议一往无前的全能ACE 你们猜是谁啊 李文汉 李文汉 他就是李文汉 嗯 观众眼中的幽默小可爱 更是初代选秀偶像遗珠 他是坚守十年 重新连线的超龄练习生 刘伟 对 他就是我们的刘伟 唱跳全能的宝藏哥哥 活力满分的洞灵男神 是我们的小冬哥 陈晓冬 他们就是全偶像科班出身 试用唱跳捍卫过往 此刻和明日荣耀的追光798组合 希望比排练说好 他们想我看他还不错 他们开场其实很好 整个造型我来都是对的 开场晚了 比笑排练好 这首歌作为开场 是他们最聪明的地方 就是一上来就给大家一个标准 对 所以我觉得不服这首歌 很适合开场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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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就要等大家的票了 我就觉得分数这东西 有可能就是现场的一个东西 但是在这个过程很重要 这个过程我们大家一起来 同性结立来做一件事情 对 现在开始揭晓分数 来来来来 一百 啊